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年恢復舉辦 6月10號將在八豆子魚港登場 因為疫情停辦四年的激動端午龍舟賽 今年恢復舉辦 市政府和體育會選擇良辰及時 舉行點睛開光即將下水典禮 今年是第二次我參加這個活動 非常莊嚴 那今年跟以往也不太一樣 疫情前的時候不太有龍舟 那今年開始有20隊 那6月10號的時候也會有很多活動 民政出辦的有綠彈也有嘉年華 所以很希望激動的民眾 一起來看龍舟 享受端午節和家團圓的氣氛 睽違四年龍舟賽恢復舉行 不少選手和教練相當興奮 體育會說6月10號當天會以嘉年華行事 邀請民眾一起同樂 而明年將爭取回到金雄港舉辦龍舟賽事 在國中的時候有參加過全中浴 然後已經有四年沒有華 很開心在畢業前還能夠有機會再華一次 還蠻期待這次的比賽 這次端午龍舟呢 這是一個傳統的一個賽事 然後我們學校八朵高中 都會來參與這個比賽 往年的時候有參加的時候 我們都得到很好的成績 選手們呢 學生們也都非常的期待說 這個比賽 然後這也可以讓他們在高中生涯當中 是一個完美的一個回憶 疫情休息了好幾年 今年重新辦 雖然場面沒有以前那麼熱熱 可是慢慢辦就開始 我們也有跟市長建議 明年可以改到金雄港 就是我們海洋廣港前面那個 橫的不會影響到我們的水道 而且那個地方啊 知名度高 外線是要來看也可以 我們基隆港賽龍舟 我們以前在基隆港也辦過兩次 希望說在市長五還有港務局 跟議會大力協助這樣 今年基隆龍舟賽總計有20支隊伍報名參賽 當天還有立誕及表演活動 歡迎民眾來到基隆參加全台唯一的海上龍舟賽 一起看龍舟慶端午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113年基隆市運動會在地內國小登場 參加開幕式的53個單位集團體 約3000名選手及教練 大家切磋交流增進情誼 共同推廣全民運動的風氣 每年金雄市運動會上的趣味競賽 總是歡聲雷動 今年登場的碟杯接力賽 考驗各隊的速度反應及團結力 我覺得這可以加緊 跟同事之間呢 一些私底下的友情 很有趣的這個生活休閒活動 增加友情還能凝聚團結力 另外在館內登場的千人齊聚 舞藝觀摩表演也是正是驚人 首先登場的太極拳 只要願意動 就可以像這位爺爺一樣 我現在年90歲 要喝就要動 能動就能夠長壽 每一個團隊呢 都是很棒的團隊 都會讓我們身心健康 而且讓我們永保青春 最重要的是 讓我們大家都很健康 就是要讓身體健康 113年基隆市運動會 開幕儀式在地內國小登場 各機關團體的運動援進場 場面盛大 今天很高興來到 基隆市政府所舉辦的 同仁的運動會 很多居住首長 很多議員大家都共同參加 希望大家今天有一個 非常暢快的比賽的一天 流很多汗非常的健康 鼓勵大家用運動追求健康 幕後推手是基隆市體育會 理事長鄭景周 系數歷年來的參賽人數 今年更是向上突破 我們這個活動是從民運國80年 林水牧市長 第二居的時候 開始從能外國小 辦第一居到現在 參加人口數學 從七個單位到今天 五十四個單位還沒有 包括今天沒有進場的球內 有將近四千多人 因為我們基隆市在 運動和台灣二點裡面 聯繫六年獲得 教育部特優的 運動人口倍增的 最多參與的人口數 我們非常謝謝 我們小愛爸爸市長 大力支持我們的 運動和台灣去運動 讓我們的人多多運動 身體會健康 就是希望大家活躍身體 技能賽事分布暖暖區 其中競爭激烈的籃球賽事 在定內國中登場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信義區跟七堵區的 一場精采的籃球賽的現場 我們非常感謝 定內國中給我們提供 非常完善的場地 讓我們這一次 全國運動會裡面 籃球比賽 能夠在這麼棒的場地裡面 讓球員來順利發揮 他們的水準 我們大家可以精采期待 精采可奇的還有慢速壘球 去年冠軍的安樂區 力拼三連霸 非常高興各區來到我們 軟軟運動競賽 去年那個安樂拿的總錦標 我們盡量就把三連霸 留給安樂區體育會 各賽事都很活躍 前來參與開幕式的貴賓眾多 給予滿滿的肯定 也表示會繼續為 基隆體育的軟硬體建設 盡心力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 運動的人口蠻多的 那也希望我們中央能夠 多多給我們地方來 來抑注一些經費 讓我們多多辦一些活動 有益身體健康 我記得我們做過調查 我們基隆市的運動 我們基隆市願意運動的人 他們平均運動的時間 是高出於我們全台灣的平均 高出差不多30% 但是我們的運動的場所 其實我們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所以佩祥在這邊 會驚喜跟我們基隆市政府 還有基隆市議會 然後跟我們基隆市體育會 一起合作 打造一個 幫我們基隆市 變成一個更好的運動環境 基隆市運動會 每年都是機關同仁間的交流聯誼 透過趣味競賽及球類運動 放鬆身心 社會體育活動從年頭到年尾 內容都可以上基隆市運動 愛台灣的粉絲專頁查詢 記者蔡小鈞 基隆報導 另外這項運動會的球類競賽 圓滿落幕 頒獎典禮在北都大飯店舉行 最高榮譽總錦標由安樂區體育會 拿下冠軍 基隆市運動會 在暖暖區進行球類競賽 圓滿落幕舉行頒獎 活動最高潮 就是安樂區體育會 拿下最高榮譽總錦標冠軍 贏得二連霸 並按照往年傳統 由安樂區體育會 理事長詹坤和 帶領團隊上台舉杯 慶祝喝下冠軍酒 氣氛相當海派 具有基隆特色 市長謝國良清臨現場頒獎 肯定基隆選手的奮戰精神 也感謝基隆市體育會 理事長鄭景舟 努力推廣全民運動 帶動基隆的運動風氣 而現場民眾也不斷 為小愛爸爸謝國良加油 讓市長很感動 非常謝謝大家 我看大家都給我很多鼓勵 我也非常的感謝 我們就是要讓基隆 未來有更多國內外的觀光旅客 然後呢 要讓這個城市 越進步越有暗 越乾淨 那當然我有 畢竟新手讓入 還有很多要努力的地方 我會繼續的 好好的檢討過去 應該要做得更好的地方 繼續努力 也請在座體育會 體育界的先進 繼續支持小愛爸爸 大家說好不好 好 好 加油 謝謝 各位體育夥伴 市長最支持體育的 我們大家給市長加油 好不好 好 給市長加油 謝國良 加油 謝國良 國良 國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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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謝國良也逐桌跟選手們致敬 獲得許多加油跟鼓勵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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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年輕選手要求跟市長一起合影拍照打卡 現場的加油鼓勵 讓市長感到溫馨滿滿 市長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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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 很高興今天來我們基隆市運動會的選手之夜 每一次的選手之夜在這個大家的這個 一起努力之下 這個喝啤酒的比賽 讓我們覺得非常的精彩 然後呢 但是這個也激發出選手的鬥志 就是白天運動比賽也有鬥志 但是晚上這個晚夜也有他的這個 大家的這種團結的氣勢 所以我們真的覺得非常棒 感謝我們這個鄭理事長 帶領著基隆的體育界這麼多年 把我們基隆真的打造成一個體育城市 在各項單項都有很好的成績 包括冠農理事長也是一樣 那我們未來市府就是繼續提供更多的資源 更好的設備 場館 那跟給孩子不管是體育班還是社團 更多的體育的培訓 跟這個後盾 那一定要把基隆打造成一個體育冠軍的城市 活動現場貴賓雲集 包括議長秘書楊文和 即擔任桌球主委的曾季妍 錘球主委的秦政議員 和中正區體育會理事長的張浩瀚議員 都到場 親自頒獎給男子桌球 女子桌球 錘球 保齡球 籃球 和慢速壘球前四名 有四千人的夜半規模越大 因為今天老天人幫忙 好天氣到中午才下雨 那我們覺得說 連老天人都幫忙 所以我們基隆志的 運動和台灣的活動 夜半越成功 聯繫六人獲得 教育部的特優的獎 因為我們不只每年 我們的漸走 客區漸走 基隆志只有三十七萬人口 七個去漸走 包括今年全國都在這裡 所以一年單單運動出來 就四五萬人 平均基隆志人口 所以我們基隆的運動人口 是最多的 而且希望說 在我們小愛爸爸 謝謝各位兩個支持 讓我們的活動 夜半越多 市民多出來運動 健保會也都省一點 多運動 身體會健康 謝謝 一年勝利成功 謝謝 祝福大家今天得到好的成績 圓滿成功 感謝大家 謝謝 那很感謝 真的很感謝我們正頂州 鄭理事長 以及我們七區的理事長 因為我想 運動在基隆 非常非常的發展 我們鄭理事長 以及七區的理事長 一起來推動 那大家都是保有運動家的精神 努力來爭取最好的佳金 那真的 那感謝大家 對基隆市體育界的一個付出 基隆市運動會 今年由暖暖區體育會成辦 明年將輪到仁愛區主辦 由仁愛區體育會理事長 林羅清梅 跟仁愛區長 李坤達 共同接下會期 相約明年再會 記者黃俊軒 陳淑萍 基隆報道 接下來要帶你來看 第一屆的基隆市主委杯 全國為期公開賽 在新一國小舉行 來自各縣市 400多位選手 以其會友 擔任基隆圍區委員會主委的 議長佟子委 非常開心 邀請到世界奇王周俊勳 到現場勉勵選手 一起來看看 當然好 其實就這幾年 基隆比較 比較少在舉辦 那種全國性的圍棋賽 尤其是疫情造型賽 那今天很感謝 基隆市的圍棋委員會 那像賴成用 爸爸跟賴成用他們 這兩年很積極在推動 基隆圍棋的發展 那今天這個比賽 就是一個驗收的好機會 那看到這麼多小朋友 在這邊比較很開心 那對 就希望基隆的圍棋 可以發展得越來越好 那也很 很期待今天 待會可以跟這些 選手們有一些互動 然後可以讓 基隆的圍棋發展得更好這樣 畫面上是世界圍棋的 齊王周俊勳 他說小時候曾經來過基隆 這次非常開心 能夠來到基隆 參加第一屆的基隆主委杯 全國圍棋賽開幕 看到人氣滾滾的場面 讓他相當感動 學圍棋的好處是 大部分旗下到一個 神圖小朋友 他們很容易 在圍棋上訓練會 佔用比較多的時間 那起碼可以遠離3C 那圍棋上的訓練 除了旗艺的進步以外 對他們未來人生的 其他的技能 我覺得都是有幫助的 不論是 除了我們大概已知的 譬如說計算力 體力耐力以外 像圍棋 我覺得 對現在台灣的最好的幫助 是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 能夠有這樣的熱鬧場面 主要是一群熱衷於 圍棋運動的在地人士 以及擔任圍棋委員會主委的 議長童子偉大力推動 才能順利的在信義國小 舉辦這場熱鬧的主委杯活動 參加選手來自於各縣市 一大早就帶著小朋友 來參賽的家長們 都相當支持這項運動 很棒啊 他以前啊 在家裡跟他玩復刻牌啊 都會怕輸 輸了會哭會生氣 然後現在好像 越挫越勇 我覺得啦 他們嚇得比較說不出來 他到底為什麼 當然他就是喜歡 但是我覺得 每次他有贏 或是有勝的時候 他就覺得 欸不錯 好像又過了一個坎 或什麼的 我覺得主要的成就感 是來自這邊 這個今天是我們第一次 主委杯 在基隆市 來舉辦我們一個 圍棋的這個比賽 大家看到我們現場 有超過四百位的小朋友 我想非常不容易 我們圍棋委員會 包含我們賴總幹事 還有我們鄭偉偉的同學 我們大家團隊 非常的用心跟努力 才第一次舉辦 我們去年在南龍國中 辦了一次試辦的比賽 兩百多人 今年第一次辦 就四百多人 那我們今天圍棋委員會 也特別請到這個世界冠軍 紅面棋王周俊勳 也來到現場 所以很多家長跟小朋友 都搶著跟他合照拍照 下圍棋是一個非常好的運動 培養小朋友智力跟耐心 我覺得我們在基隆市 可以多加來推廣 那我身為圍棋委員會的主委 要感謝我們圍棋委員會 這麼用心的付出 那我們也會持續的加強推廣 讓更多的小朋友參與 在這個非常有意義的一個運動 那這個現在我們也在各個縣市都有努力 我們中華民國的圍棋委員會 也一起來幫忙 來知道我們怎麼來辦比賽 我想圍棋運動在台北是有專班的 在國中是有專班的 他們在國中是有專班 我們未來也希望朝向這個目標 如果小朋友學生人數夠多 在我們教育均衡 教育資源的均衡發展之下 如果有這個機會 我們也希望來推動這個專班 讓更多的小朋友參與 而且未來升學會 有國中高中大學 是有可以直升的管道的 這次比賽吸引許多人 來到基隆支持圍棋運動 有圍棋專班的國中生整班來參加 還有許多幼稚園的小朋友 也來參加新手組的比賽 大家齊聚一堂 展現奇異與智慧 透過比賽 讓這個傳統的優良文化特色 能夠繼續傳承下去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另外非常喜歡籃球運動的 議長童姿衛 也特地到市立體育館 關心規劃整修的計畫和項目 期盼在整修完成後 可以招募職業籃球隊進駐基隆 強力灌籃這是去年10月 PLG高雄鋼鐵人隊 在基隆市立體育館 揮翰練球和其他隊伍 進行熱身賽的情況 未來會不會有職業籃球隊 進駐基隆呢 就要看接下來市立體育館 即將耗資4千多萬元整修完的情況 我想我們今年積極在爭取預算 包含跟中央體育署爭取3千3百萬的預算 還有我們自己市政府最佳預算 來編列1千1百多 合同大概4千4百多萬左右 那後續如果預算通過的話 後續我們遇到採購法 大概會辦理一個設計的一個評選 但今年度重點會放在設計這部分 那因為我們場館使用率很高 所以說預計我們明年施工也會跟各位講 這部分大概會先有一個暫停 然後整個來做一個施工 基隆市政府向中央爭取 加上市政府自酬總共4千多萬元 將要整修市立體育館 本身就非常喜歡籃球運動的 基隆市議會議長同志委 特地到現場會刊 關心規劃整修的計畫和項目 期盼在整修完成後 未來可以招募職業籃球隊進駐基隆 像我們去年到今年 我擔任議長之後 陸續招募了這個我們PLG的高雄鋼鐵人 來我們體育館打熱身賽 然後今年也特別招募了這個SBL 來到基隆也打了兩週的一個循環比賽 那我想我們從小到大 對這個體育館有非常深厚的感情 過去在中華直籃的時代 我們體育館是幸福抱對的主場 那個時候我就常常來看籃球比賽 那時候洪國相 戰神 玉龍來 我基本上假日的時間都在這個球館生活 籃球跟棒球是不同的 我們籃球場館就必須用職業水準的賽事的要求 來做我們場館的一些設施基本 譬如說我們要有球員休息區 要有裁判休息室 要有我們這個觀眾席 要現代化的觀眾席 至少要有自杯架吧 我們現在這個就有的空間是5900個座位 改造完大概還會有4700 4800 我覺得還是符合賽事的標準 那我們在整個廁所的動線 我們二樓看台區的廁所 也都會在這一次的這個經費裡面做更新 包含我們的這個漏水的問題 一定一併會改善 那最重要的職業水準 他們職業球隊來看 他們會看到燈光 燈光我們其實現在的場館 也不符合職業賽事的標準 所以在這一次的總經費裡面 會做一些總體基礎設施的改善 讓職業球隊來這邊比賽是符合標準的 那我們在觀眾席的設置 球員區動線的分開 我想我都特別提醒博樹廠長 那我也謝謝我們博樹廠長 都如此的用心 我們希望在今年這樣的經費改造之後 我們未來絕對有能力 可以來招募職業球隊進駐基隆 其實不只籃球 包括全國少年跆拳道錦標賽 最近也是利用市立體育館熱鬧舉行 議長同志偉和基隆士得獎選手 以及教練開心合影 也希望整修完成後的體育館 未來舉辦各種賽事 都能夠讓來這裡觀賽的民眾 和選手們可以有一個更舒適且安全的場地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放棄 中文字幕 君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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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长谢国梁相当关心家属的需求 特别请卫生局提出计划 如果市议会顺利通过预算 将在下半年协助身障与喊病患者顺利看牙 打赏基隆友善 特需牙医诊疗 基隆市卫生局长张贤正跟政策推广大使杨宝珍 及基隆市牙医师工会一起宣布 基隆将针对身障跟喊病患者 推动牙科医疗服务计划 参与记者会的特殊教育学校家长会代表 相当感谢市长谢国梁了解他们的需求 设法来协助解决特殊需求者看牙科的困扰 其实我要感谢市长对我们特殊的家庭 以及家长所说的需求都尽力在帮我们 其实我们家长只希望说 在基隆这边的一些基层的医院里面 有一个专门是给身心障碍的小孩子看 或是身心障碍的大人们可以看的 因为我们的孩子需要束缚 不然有时候循序躁动或者是干嘛 当然如果他需要拔牙的时候 他没办法配合的时候 就需要麻醉丝 可是在基隆的基层的医院 是基本上是没有看到的 那家长就必须要带到台大医院 或者是双核医院 因为那边基本上才会有我们要的需求 好因为其实我们有做过一个估算 就是在全基隆市有这些特殊需求者 大概是有13700人 那如果是其中需要 可能有这种所谓的打证定计啊 等等这样子的一些 可能看牙的需求的这些人次的话 大概是1200人次 所以其实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需要被关怀 然后需要被注意到的一个部分 那所以我觉得刚刚透过不管是局长也好 或是蔡理事长然后彭副会长 他们所做的一个分享 我们真的认为这个计划 非常需要赶快尽快来做一个推动 能够让不管是儿童 或是让一些长辈 他们能够有这些特殊需求的人 都能够尽快的来受到这些更友善 然后更有爱的这些设备 然后跟这个设施 还有所谓的医疗人力的一个照顾 谢姑娘市长一向都会关注到我们特殊需求的 照顾的需求 那包括特殊需求者的牙医 也是市长很关心 带着我们卫生局关注到特殊需求者的牙医需求 包括我们的儿童 也包括我们失能失智身心障碍者的研发长辈 那他们在看牙的时候确实都有不方便 在这些对象他们的牙医没有被满足 所以我们推出了今天这样子的计划 这个计划在6月中 如果得到议会的支持跟通过 我们会在7月初把计划征求 那公开上网 那也会鼓励我们基隆市的医院或诊所来做申请 依照医院线矿软硬体的设备 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做准备 但是我们一定有信心 会在今年底之前 把这样的服务提供上线 那在还没有完全完备之前 会把既有的诊疗 跟转诊到台北的特殊中心的绿色通道 也会在这个过程中也做建制 基隆市卫生局表示 将在议会期间提出这项服务计划 如果预算顺利通过 将尽速在下半年推动实施 让特殊需求患者 能够安心顺利地进行牙科治疗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根据目前汇流新闻网的汇流民调显示 基隆288定期票 上限满半年破3万人次使用 让民众很有感 满意度超过六成 平均可邦通勤组 省下一半交通费的基隆288定期票 持续热卖 基隆市政府交通署统计 上限满半年 累计超过3万人次购买 而市府推的这项交通政策 根据汇流新闻网汇流民调显示 满意度超过六成 我们谢市长去年在10月16号正式推出我们基隆市288一个月票 就是说我们30天内在我们基隆市坐公车以及火车只要288元 自从推出以后获得非常市民好的一个评价 每个月有将近5000多人来使用这个月票 而且每个月持续有成长 那我们在公共运输上面我们就成长将近有10% 那整个的一个效益的部分到现阶段已经有3万多人将近4万的人次使用我们288月票 我们也是透过民调公司去了解 基本上大家对这个政策推出都是非常高的评价 民调将近有7成是针对我们288是属于满意一个政策 基隆288订期票除了帮市民朋友节省交通费 也提升了民众搭乘大众运输的意愿 达到节能减碳的目的 月票公共运输推出就是行政院希望 透过一个节能减碳以及减少失忍运据 就是尽量扫骑摩托车多做所谓的一个客运 推出一个政策 所以现阶段我们基隆市政府推这个政策 加上我们基北北桃1200月票来实施 对整个节能减碳是有帮助 那重点是来减轻我们通勤通学组 一个交通费的一个负担 记者黄队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投资标股 卖向财富自由 欢迎你 让我带你走向成功 后跟的老师就赚了十万哦 我刚赚到人生 第一场金了 注意 这边有个新的投资标的 五十万 报你吧 只有十个名额 我也要加 网络投资陷阱多 稳住不赔是诈骗 欢迎拨打1.5版诈骗专线查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